胡志明曾是中共空軍的一名軍官 家中兄弟四個 胡志明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 大學時報考了軍校 雖然生活辛苦 但他還是會將手中為數不多的補助捐出去 希望能改變更多人的命運 因為他上了大學之後 他覺得樹教育對一個人非常重要 所以他想用他的盡他所能 能夠幫助一些那些窮困三區的孩子 胡志明經常會思考人生 想知道生命的意義 而他在法輪大法的著作中找到了答案 人可以通過修煉 反本歸真 然後不斷地提高自己 在這個提高的過程當中 會逐步地明白 就是有這麼一條路去走 1999年 中共掀起了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 胡志明為了讓更多人了解真相 同時曝光國內的迫害情況 他開始在各地奔波 教其他的法輪功學員 如何突破網絡封鎖 在中共的迫害下 胡志明兩次被捕入獄 共被判刑八年 期間經歷了各種酷刑折磨 而他只能絕食抗議 在殘忍的折磨下身體不堪重負 那個時候我雙手能把腰扣住 當時的狀態就只能平躺 翻身都可能心狀就停跳 能夠把這個過程走來 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生死的這種抉擇 迫害中 胡志明多次在鬼門關前徘徊 而他心中對信仰的堅定 不僅支撐著他一路挺過 更讓他在艱難之時 還能伸手幫助其他受到酷刑折磨的人 我以前在學法的時候 非常清晰地記得師父講過這麼一句 當你遇到劫難的時候 慈悲心會幫助你渡過難關 最後一次出獄的胡志明 已經受得皮包骨 肌肉萎縮 心肺衰竭 隨時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險 但他通過修煉法輪功 身體奇蹟般地康復了 因為殘疾只是腿帶來的 面臨死亡是他所有的心肺功能 全部衰竭 他即便能走到了 他也大面積疼痛 然後他那個疼痛的面積越來越小 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說 說我現在這個疼痛只限於腳趾 隨著他不斷地修煉這一切 就都康復了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奇蹟 幾經生死 胡志明和家人終於來到美國 在這個自由的國度 人生再次起航 過去這二十年來的經歷 是反覆地從頭開始的一個過程 這次到美國來也是 一切對我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而不會像以前那樣 在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要衝突開始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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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感谢观看